第四的诸神之战的关键之战 马洛克对阵西提赛 因为前三个民歌都有了 是吧 那个维克多 苏波邦 包括恩里克 那么就看这个民歌给谁了 是的 大家看到这场比赛 双方啊 都是想必须切尽全力 而且双方的都是世界顶级的选手 我们在这个选手出场的时候 已经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了 这个红包选手 今天在这典型的一种进攻的手段和打法 他主要靠他的这个后队的扫提 中段位的扫提 我们说那么这个打法 大家都已经熟悉和了解 但是就看马拉特 在今天比赛里面 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来破解对手 是的 在上一场马拉特的比赛当中呢 是赋予亚桑克莱 而亚桑克莱是非常有地方师的 使用了针对于马拉特的这种战术 而今天呢 西里山也有着相同的 可以说是相同的使用这种战术的能力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它出来 说到目前为止啊 一个争价 一个反价 但是打法都非常的相似 都是你来我往 出招这些组合呢 基本也都一样了 你看这个马拉特 虽然左右的手的直拳 但是我看西里山 他不是单一的就靠他一个 左腿的后扫踢 他也有他的拳法 而且他的扫踢不仅是中的 而且突然还能上头 高位的扫踢动作都有 他这种组合又和我们看到 双方又不一样 双方是非常的相似 从体型还有速度还有力量 这种打击的范辉都是非常相似的 这比赛真是好看 现在双方第一回合还没有完全的发力了 跟你说 双方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进攻的这个密度 确实非常的高 几乎没有一秒钟的停歇 对 正能 正能 连续正能的目的是 但是控制他的距离 我们也看到这个西里山 他的进攻虽然有传统 泰神的这种招式 但是他与拳腿的这种结合 还是很亮眼的 西里山在这个时候呢 并没有使用很多的 高扫踢的腿法进攻 如果说是面对于马拉特自己啊 这种中高段的扫踢不加强的话 那马拉特的控制 肯定对自己是一个致命的意思 他的那种扫鸡动作 而且没有说想象的发力那么狠 是的 不像亚三可来的那种 对 他很平均 拳一腿的扫鸡的地方 都是非常的平均 最后的十秒钟 双方的确实啊 打击密度非常的大 枸 五 三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從第一回合比賽來看 有一段時間是馬拉特戰役一種優勢 拳子打的那個節奏非常好 但是從整個第一回合比賽過程來看 還是這個新比賽戰役的那規矩優勢 是的 雙方第一回合幾乎是毫無停歇 不停地在作動 就這個回合的較量是馬拉特戰優勢 就這個回合 請大家留意 《鳳龍爵》1月23日 即將再次走進美麗的三亞 《諸神之戰》 歷時一年之久也將會在三亞戰 迎來最後的總決賽 觀眾們可以通過屏幕下方的 有總字幕了解公票的方式 到現場觀看這場精彩的格鬥盛演 我們來看看席地賽從馬拉特的第二回合 這回合我們看到藍王選手 平時馬拉特有意識要加快進攻的節奏 雙方對於對方的這個基戰術體系都非常了解 所以說看到雙方一直在做動作 很少有動作能夠完全做很清晰的時候 都是被對方能夠化解掉 我們從掃欺動作來看 還是這個西西柴戰局優勢 你看看這 腿子正好掃欺動作 是吧 是的 他這中段的掃欺真的有殺傷力 確實馬拉特的跟上次的跟亞三克萊對決一樣 自己的後手拳也就是自己的右臂 也是開始紅手 那次比賽讓我們輕輕地記著 當時的亞三克萊就把他的右手臂 完全體質讓你 最終讓你抬不起來 是的 這個時候看這個西西柴戰能否再次 修寫亞三克萊的那種非常重色的打法 來瓦解亞勒特的 現在這個西西柴戰局會得越來越突顯出來 你看開始了 開始了 連續的 連續的開始 出三的脫腿子掃欺動作 你看看 這就是右腿 七腿了 而且他出腿就像孫老師所說的 並不像亞三克萊一樣 那麼具有滲動力 他非常的平均 非常的平穩 還可能去連接其他的動作 這時候馬拉特他的這種 低段位的掃欺要更狠一點 就是踢對方的右腿子支撐得要狠 內側 從頭到現在為止還是毫無停歇 每一秒鐘都有動作的發出 我看到馬拉特已經是剛才短暫的時候 已經被迫要換架 那疼啊 踢得還是疼 是的 看似很簡單 這個西西柴的這種進攻的線路 是吧 你不就是靠你的 左腿的後草踢的動作 但如何能在馬拉特這種世界頂級的選手 身上能夠用出來 而且呢 連續的使出 又是一個要防守 馬拉特這個收小去改變自己拳擊的線路 增加了自己後手的上勾拳 而不是後手重拳直拳的進攻 哇 這次破解的方式非常好啊 那個實際戰 這次如果說有沒有能夠去計算出來 這場比賽雙方選手到底是出了多少拳 中央腿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 這麼一個數字 你看西西柴 他不僅有左腿的後中三層 同時他的後手的直拳打擊力也很強的 他拳法上也不輸給馬拉特 是的 只是說左右手的直拳 連拼的速度和力量上 馬拉特佔一定又是 但是要組合起來 他不輸給他 第二回合 雙方又 雖然雙方在出招頻率上面是非常接近 但是出招的有效率上面呢 還是西提賽是瑞生一籌 對 你看 從這半的動作看得特別地清楚 對吧 後手直拳你看 又打進去了 這是左手的後手拳 也就打進去 非常的清楚 這時候應該說 西里猜所需要擔心的 並沒有馬拉特所需要擔心的多 馬拉特需要擔心的 確實來自於各個角度的進攻 我想馬拉特想破解他 主要要用他的右腿的後掃踢 踢對方的支撐腿 我破壞你 但你支撐腿破壞掉之後 對方的重心就失去 一失去 你的拳法能打出來 如果他的重心不失去 你要這樣的拳 肯定輸了 決勝局 剛才從前兩局這麼密的打擊頻率 那到第三局該發力的時候 這種打擊的頻率讓我們無差想像 再一次的高掃踢來自於西里猜 你看看西里猜 他每一拳 每一腿都非常的清晰 接觸步伐帶很清晰的筋進去 你看看是不是 線路非常清晰 所以作為一個泰拳手 西里猜在泰拳手當中 這個拳法的運用也是非常的出色 並不過分地依賴自己的腿法 對 這就是說明一個傳統的泰拳手 進入自由國際這個領域之後 他的全球的組合的這種運用 更加地協調和靈活 是的 而且啊 像西里猜他的包括報價 都是非常接近這種歐美的 自由國際選手 對 保護打法和節奏積極主動性 你看看 現在馬拉特的右手臂 這後面已經被踢俞情子了 是的 現在所擔心啊 卻是馬拉特自從是亞桑克萊 破解了馬拉特之後 這場比賽西里猜等於是 這個戰術可以直進西里亞桑克萊 是的 那麼對於未來比賽 馬拉特如何再去突破自己 再讓自己更加全面 這個問題就留給馬拉特本人了 我就想馬拉特要想突破西里山也好 包括亞桑克萊之後 一個加上右腿的掃踢 同時要加上這個腿法的上偷步 而這樣他兩個就是前後腿 就是你右腿和左腿 都要運用前腿法的動作 就掃踢動作才有 他現在很擔心 就靠他的右腿在掃踢 但是現在那個左腿幾乎就沒動過 是的 這個有見效吧 我也說他加油掃踢動實際 是有效果的 但要堅決對 要不停地掃 要不停地掃 雙方已經到了白熱化的對拼的狀態 第三回合所剩時間已經不多 誰能夠成功突進四強 實際上這個馬拉特的 右腿的掃踢動還是有殺傷有力量的 你在今天第三回合比賽裡 已經兩次給這個西里山提倒了 是吧 就說不他還是有殺傷力了 只是沒有連續大膽地進行使用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 在庫登決的比賽當中 出招比武衛隊最多的一個比賽 最後幾秒鐘的時間 最後的對攻 太精采了 三個回合毫無停歇 我感覺應該是西里台進入到這種決賽 是因為他更好能夠遏制住馬拉特 對 通過今天這個巴基斯的比賽 四強已經產生了 這個沒有宣布 我應該會看好它 那這樣的話就是 維克多 馬拉特 恩瑞克 和這個蘇伯邦 但是誰能最終競入決賽 我還更加看好這個維克多 和這個西里山 是的 是的 激烈的對攻啊 而且是延續了三個回合 我們就從這個慢動作的回放 就說明這個馬拉特 他的右腿的掃踢是有殺傷力 但他的運用這項技術不夠堅決 如果堅決的話 他也會像這個西里山 左腿中高段這種掃踢的殺傷力 是一樣的 歐亞之間的巔峰對決已經結束了 究竟誰將成為最後一位 進入世界四強的選手 本場比賽結果如下 3號裁判 29比29 judge number 3 29 to 29 1號裁判 29比28 2號裁判 29比28 2號裁判 judge number 1 29 28 judge number 2 29 28 judge number 2 29 28 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比賽結果紅方射 比賽結果紅方射 把臉殺手吸提菜 擊敗了